接着这里来看看chipset chipset其实没那么复杂 但我自己觉得都精彩 精彩在AMD其实没什么新意 加上技术上的限制或者AMD贯截他们一直以来玩Ryzen的风格就是赖屎赖尿 今次的chipset就继续不是AMD负责 所以叫做AMD Chipset 他们就继续被AS Media去做 AS Media那边结果搞了一粒很划算的东西 刚刚说过AM5就应该是DZ Train 即是说这一道AM5的设计可能就是AMD当初的远景 但实际上拆了或者哈绿了就最终搞了DZ Train的设计 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个网站最近就update了一篇文明23号 他就有说到AM5的设计大概是怎样的 CPU那边上条片看了 我们这次就看chipset那边 总之CPU这里是5这里也是5这里也是5这里也是5 这里其实都是5过去的 不过粒子最终是4的 这一张图其实都像是用这一张图去做的 但是chipset那边就比较清晰 我们看看chipset那边CPU本身有28条连续 刚刚说过是Gen5 最终不止因为AMD或者AS Media遇到什么不可以逆转的原因 就令到他们最终玩DZ Train的设计 而DZ Train也都好像之前网上的流传 确实是两粒B650 为什么要DZ Train我们最后再看 因为说完之后你都应该大概猜到为什么 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估计 总之B650chipset只是吃到PCI X4 而且是Gen4 而一粒B650究竟有什么下痕和上痕和USB的支援呢 上痕刚刚说过是PCIe 4.0 X4 下痕其实总共有12 第一组X4就是这一组 第二组X4也是这一组 这里已经8条了 这里两组X4都是PCIe 4.0 所以B650chipset里面最多有8条的Gen4 是下痕 你记住 只剩下那组X4就是这里 这一组X4的特别之处就是PCIe 3.0 所以这里是4条的Gen3 这里就是12条的下痕 然后USB port那边 其实这里是同一块 这一块就是6个的10G 其实这里是Gen2X1的名字 为什么叫Gen2X1呢 就是因为这里本身可以是TypeA 而TypeA只有X1 X1就是一条通道 TypeA只有一条通道 但TypeC有两条通道 而实际上目前的20G就是透过TypeC里面的两条通道去做 所以为什么20G叫做2X2 就是因为它本身是Gen2 加上它吃两条通道 就叫做X2 20G 所以也解释了为什么两个的10G去换一个20G 而AMD对于B650的规定就是 6个的10G里面最多出一个20G 即是说如果出了一个20G TypeC就剩下4个的10G 所以这里可以当为19 SATA这次其实都是放在PCI Control里面 SATA在B650最多出4个 就是在3.0这一格做 这里的意思就不是说整个chipset最终出来的底板只有4个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这里这一粒chipset里面 其实只有4个原生的SATA支援 它同时做了在PCIe 3.0X4里面 如果出4个SATA就没了3.0X4 就只会剩下8条PCIe 4.0 而我们一直都有PCIe转SATA的清片 例如ASM1061、1064 所以厂可以额外透过PCIe通道去转一些PCIe的SATA出来 但是chipset原生只有4个 这里就是一粒完整的B650 chipset 究竟什么是X670 chipset呢 它就说两粒加起来才叫做X670 chipset 其实就是说dacychain的设计 如果这里再数回第一粒B650 整件事就比较清晰了 上行同样是X4 不过这里就直接和CPU拿 刚刚说完整的B650就是第二粒 其实它的上行就连接到第一粒 也就是说第一粒的650下行 其实有4条是给了第二粒的650 所以令到这里 所以令到这里B650最终拉出来的东西 这里是一粒就是Gen4 X4 这里第二粒就已经是Gen3 X4 Gen4只有4条而已 Gen3就仍然都是4条 少了那个4条的Gen4 就用来搏下一粒650 就是为止dacychain 所以如果你看B650是12条PCI links 你就不要以为AM5的底板 特别是X670那堆 当他们做dacychain的设计之后 两粒的B650会令到它1加1等于2 就是说两粒的B650就不会令到 这一块X670的底板 由12加12变成24条PCI links total有22的下痕 即是说真的可以搏PCIe设备的下痕 即是说其实只有20条 而原因就是因为8加12 12后面就是完整的 前面8是因为有4条搏在后面那粒 后面那粒因为再没有后面那粒 所以后面那粒是完整一点 而两粒之间的上痕都是吃X4 因为两粒都是同一粒 这里USB就和旁边一样 double这样而已 所以AM5的CPU 特别是X670的CPU 他们在USB那边是很疯的 我们不要计AM5CPU的USB 因为我都不太清楚怎么计 接着最后的USB2.0 其实这里就不知为什么好像写错了 我看到的资料就不是4个是6个 所以B650晶片有原生6个的USB2.0 有原生6个的10G 这里如果总数这样计 就是USB那边B650的晶片 接着说回刚刚我们说过的 如果你看到是发生什么事 你大概猜到发生什么事 我们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就不用多说了 是X570的Block Diagram 但是如果你有细心留意 你数一数这些PCI length 这里有8条 这里有4条 这里有4条 这里有16条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原生压外专用的Satapod total4个 如果你有看开我们一路以来的影片 你应该知道Satapod也就是PCI length 所以如果你当这里是X4的话 8444就是20 20即是什么呢 X670 只不过X670里面 将某些的link就降了做3.0 反过来说为什么要降呢 我自己的估计 或者是我觉得比较明显的一个 比较合理的估计就是 有一波X570很热 要风扇 散热有问题 所以670就分两粒 即是用两粒做同一粒X570应该做到的东西 两粒分开放 散热来说应该摊分了 实际上PCI length 就没什么多到的 真是多的就真是USB 不过今次就做20G 不过就用两个去换 这个就真是由4个变6个 不过就说一粒的B650已经做到了 即是说X670的晶片里面 不要算一粒变两粒 真正多了的东西就是USB double 但是PCI length 即是说包上SATA那一面 没变的其实 而更加X670令人意外 或者是叉的地方 就算它分两粒仍然都有些3.0的通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估它你做了4.0的通道会过热 因为X670的底板目前看到都是没有风扇 但是USB数目double 这里讲的纯粹是数目上的double 因为第二粒其实要经过第一粒才上回CPU 所以最终会不会塞车呢 因为很多人以前是特别喜欢少Intel DMI 我都不太明白为什么 其实AMD的DMI一直都是拆开的 但是没什么人少AMD 但是今次AMD最新的设计就令到DMI更加沉 因为就卡住的 因为它是玩DACChange 相反Intel的DMI去到Z690或Z790 甚至Z590都好已经是XA了 有消息再跟大家分享是这样